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还不是需要我们的石油 你们现在禁止我们的石油进口 不就是害惨了你们自己吗 尤其美国现在通膨已经创下40年来的新高了 通膨那么高还要怪普丁 也让普丁拿来嘲笑 说这完全是西方国家的错 甚至来嘲笑拜登所有的制裁 目前俄罗斯执政党的秘书长 则是建议把逃走的外资企业 全部都收归国有